大貓鬼才黃明志 你對他有什麼印象呢? 是這首創下將近兩億播放的 又或者是各國有趣的搞笑情歌 還是封信時事特別有梗 又或者跟AB女優合作 以創作宗教議題引發之間 在4月開始黃明志開啟了他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他也說啊 最勁爆的一定留在台北這一站 那不曉得大家對他最有印象的到底是哪首歌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大家好我是悠悠 在這個網路盛行的世代 年輕人如果沒有聽過黃明志 那真的就有點跟時代脫鉤了 他總是戴著毛帽裝扮很搶眼 黃明志可以說是新世代創作議題最廣的歌手 而且不只是創作音樂 他在MV拍攝裡面也非常有巧思 最了不起的是他雖然出生在國情比較保守的馬來西亞 但他卻勇於嘗試各種風格跟各種不同的議題與體制 他的作品其實少不了諷刺時事現象 當然聽在有心人的耳裡就顯得很刺耳 甚至還因此有過牢獄之災 對比起許多偶像派歌手 他真的是會被歸類在壞小孩的那一邊 不過除了他廣為人知的創作天賦之外 其實他也創作了不少歌曲 是表達對家人甚至是女友的愛喔 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持 其實他是走不到今天這一步的 那他也說過 父母在他媽媽懷孕的期間 曾經是來台灣度蜜月 加上自己來到台灣讀書 深感自由文化的重要性 所以說他能夠更大膽的創作 也多虧了台灣這個地方帶給他的啟發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走進黃明志的內心世界 來探索一下創作鬼才柔軟的一面 說起黃明志他的作品最早是在網路上爆紅的 從網路創作者起家的他 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融入在歌曲裡面 2013年他將中文跟泰語交雜融入歌詞 搭配像是泰國拍鬼片的手法 加上一些幽默元素 泰國情歌一炮而紅 在台灣跟泰國討論度都爆表 2014年他模仿中國選秀節目 中國好聲音創作了飆高音 沒有想到在網路上瘋傳 明明的歌詞跟曲調就很抒情 但MV卻是處處充滿笑點 我從小就非常有夢想 聽說如果有夢想 你要越慘就越能夠實現你的夢想 其實我本身也有殘廢 我小便是歪向左邊 現在我要飆高音 飆倒的淚下雨 再來個轉移 只要你能開心 就算飆倒脫該我也願意 這一首唱進中國北漂族 辛酸心聲的飄向北方 與王林宏的合唱 更成為百聽不厭的不朽經典 在YouTube的點閱突破1.9億 抖音傳唱改編不斷 至今已經過去6年了 依舊在熱播榜上榜上有名 他甚至也將流浪動物的議題 融入到了自己的創作之中 找來蕭敬騰合唱 用浪浪的視角訴說狗狗的心聲 不過大隊四處搜索害怕 隨時會被抓走 隨時會橫吃街頭 誰用大我 誰說愛我 一輩子的承諾 卻讓我漂泊在風雨之中 2021年與陳芳宇合作 玻璃心兩週突破2000萬觀看 破他自己個人紀錄之外 更在華人圈掀起輿論風暴 被視為暗奉小粉紅的歌詞 居然讓中國政府以陸華的名義 遭到中共當局禁播 而黃明志也在接受BBC專訪時 很有深度的回應這個話題 他說從頭到尾 我都是用一種浪漫甜蜜的情歌形式來表現 那你是什麼人就會接收到不同的訊息 當那個人玻璃心有反應的時候 就代表你就是我要唱的那個人 包括你把我的歌給禁掉 這其實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 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聽見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這次發行新專輯高清無碼 他也坦承了這張專輯 是他自己最做自己的一次 他是高清無碼 你看他顏色 配色就知道男生應該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是他的精神就是高清就是高品質 就堅持把音樂作品做到最高品質 然後其實是很花錢的 大家如果有在這個行業裡面 都知道拍MV是一個非常非常燒錢的行為 可是我們都堅持一直把它做到最好 那無碼就是剛我說的就是 不要有任何掩飾 不要自己閹割自己的作品 然後把最真實的內容展現出來 然後把一些社會上的一些現象 或者一些心聲都表達出來 黃明之也曾經在社群分享自己 最早並不是想要當一個歌手 一直寫了很多的歌要給其他歌手唱 但沒有人要理他 所以他只好自己唱 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後來意外紅了之後 意味我終於可以寫歌給別人唱了嗎 沒有想到因為他紅的原因比較特別 別人也不敢隨便唱他的歌 所以他只好自己一直唱下去 出道就網路上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身為一個創作人 其實就是跟大家一樣 很希望把作品可以發表到主流媒體上 那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沒有管到 然後一直沒有機會 然後後來我就只能發布到網路上 然後後來我發現到 反而在網路上比較能夠自由的創作 因為如果你要發到主流媒體上 或者假設你簽了一些經紀公司 你一些言論也好 或者你的內容比較大膽都好 那個公司就會阻止你 或者一些媒體啊 很多國家媒體都不允許放很多 內容可能比較爭議性 或者比較大膽的內容都不能上傳 或者不能發布這樣子 所以我就一路以來我的作品都 就是都比較大膽 然後一些言論啊內容啊都比較 就比較 就比較豪放一點那種感覺 就不管有些是比較爭議性的批判性的 或者一些可能大家覺得色色的 可能比較好玩的東西 不過他真正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導演 在2011年他就寫了一個劇本 不過沒有人願意投資 尤其當時馬來西亞的電影剛起步 那因為他的粉絲數比較多 投資人就要求說你要我投資 那你就要主演電影 所以华明志才主演了電影 沒有想到電影紅了破了紀錄 不過他從此卻必須自導自演 他還虧自己說一開始 真的就只想當一個幕後人員 當個大導演大創作家 沒有想到走到這一步 唉這就是人生啊 黃明志的第一部電影作品 他說這是加強大馬華人 國族認同與族群認同的一部電影 是真正能夠代表馬來西亞的電影 卻沒有想到受到非政府組織的抗議 一度面臨必須下架的困境 幸好他最終還是挺不來了 而這部電影拉斯你媽 甚至還破了馬來西亞的票房紀錄 他也在之後上傳到自己的YouTube 給大家來觀看 但他心中啊 依舊是有一個牽掛 在2014年創作的 《猛加拉殺手》被大馬電檢局禁印 這是黃明志心中的傳統 因為這部電影滿滿都是暗喻 是只有馬來西亞人才看得懂 特別拍給馬來西亞的電影 他說我後悔了 這方式真的太危險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做了 因為外國人看不懂 這部電影就再也沒有人能夠看得到 為此呢 他也自己發起了募資 想要拯救電影 就在我們把電影拍完過後 拿到內政部電檢局去審的時候呢 他就給了31個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呢 把這部電影禁掉 相信一直以來有追蹤 Banglacia這部電影的朋友呢 應該很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終於想到了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發現美國有一個網站 叫做Kickstarter 不過黃明志的爭議不少 早在2007年他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就在網路上放上改編馬來西亞國歌的 我愛我的國家 我愛我的國家 有國才有家 國家才有我 站在這邊跟你大聲 唱歌就別怕 沒有想到以來政府不安住 當時黃媽媽一直哭 很害怕黃明志被註銷護照 失去公民權回不了家 而他爸爸忙碌的騎車到處跑 因為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找他 看似天生反顧的黃明志回到家鄉 甚至還會有長輩停下腳步 勸他說要乖一點別再惹事了 不過黃爸爸黃媽媽卻不一樣 對於那些別人所謂不三不四的歌 他們卻都覺得黃明志的創作很好玩 從小到大都很支持他 沒有練過 十分吧 一百分你才拿十分 對啊 因為我沒有機會一直陪他們 他們可能身邊我都沒有在身邊 因為我一直長期在外地工作 我覺得我沒有見到一個兒子 我覺得十分還嫌高 所以刻骨明星呢 就是我從小到大是 除了很小被打之外 我是沒有在家人面前哭過 然後我爸更不可能在我們面前有流過眼淚 然後我媽還好媽看戲就會哭啦 只是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要來台灣唸書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離家 然後第一次離家 而且我就告訴他們我一走就走好幾年因為要唸大學嘛 就說可能第一年沒辦法回家 我爸我都沒看過他流過眼淚 可是那天他就會流眼淚 我看到他這樣我自己也哭了 結果那個時候是我們第一次就長大後啦 第一次他看到我哭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爸哭 音樂風格搞怪大膽 開始非常叛逆的黃明志其實很孝順 因為他的父母呢 就是他音樂之路從小到大的支柱 黃明志的爸爸呢是個歌唱老師 而媽媽也非常喜歡唱卡拉OK 這讓他從小在耳濡目染之下 對音樂非常非常有興趣 不過啊在音樂之外的他啊 爸媽是拿著兒子一點辦法都沒有耶 在這首《老母》當中呢 黃明志寫小時候與媽媽的相處 寫自己的調皮導彈 寫媽媽的包容 更邀請媽媽現身 演唱會上還請媽媽擔任特別嘉賓 而爸爸就是他音樂之路的啟蒙老師 甚至吉他也是爸爸知道的 對黃明志的音樂他更是挺到底 在說訪時黃爸爸就曾經說 黃明志不是最top的歌手 但他能清楚一點的地方就在於 他很多創作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很多人發聲 肯定他一路的努力奮鬥 我們認同也鼓勵他 在外的言論反應 我們反正也習慣了 孩子 明志為我寫這首《爸爸的夢》 讓我這個爸爸做了一個爸爸的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黃明志 黃明志還曾經在臉書PO出 自己跟父母的對話 內容是邀請父母要來首映會 而爸爸一口答應還說 就算有事也得推掉 黃明志寫下很多人問我 什麼樣的動力讓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 都一直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答案就是我有這樣的父母 只要有我份的 爸媽都會盡力到場支持 以後如果我當了別人的父母 我也要像他們一樣 你喜歡兒女變成什麼並不重要 你兒女喜歡什麼 你就要挺他們到底 那才重要 不過除了父母的支持 黃明志也有一位 一直在他背後默默陪伴著他的邪內柱 那就是他交往12年的化妝師女友 別看跟黃明志合作的都是辣妹 甚至還有三相優雅 每次花其羅這些男人的提草女生 但這些女神都不曾讓他動搖一分 那就是因為黃明志對女友 可以說是相當專情啦 甚至每次合作的時候 都會優先介紹女朋友給大家認識 那兩人因為拍攝 辣死你媽結緣 一路以來黃明志的紛爭不斷 但女友始終相伴 甚至在他胃痛住院的時候 不辭辛勞的照顧 爺爺去世陪他奔喪 甚至他到台灣打拼 也默默支持守候 這讓黃明志感動萬分 寫下在我背後這首歌 不但訴說了 與女友多年來的點點滴滴 也感謝你有一步相伴 並標註啊 甚至黃明志的情人節告白 在背後默默地守著我 從不奢望我能給你什麼 安靜地陪我笑 陪我痛陪我走過 而與女優名日花奇羅合作的這首 我愛的 黃明志也說 其實這首歌的歌詞 是要寫給女友的 雖然兩個人還沒有結婚 但關係已經相當穩定 一直以來黃明志都不願意曝光女友 是因為自己的官司紛爭不少 不想要連累或是影響到女友 那當然這些也被女友給體諒著 有的家人和女友的支持 也難怪黃明志能夠勇敢地做自己 專心創作無後顧之憂的 揮下才華 其實如果常有follow我的 就知道我的作品其實變來變去 就什麼風格我都會試 我都會玩這樣子 因為我把自己 就是當成一個創作製作人 所以我什麼我都願意去做 把他嘗試做出來 三度入圍金曲最佳男歌手 連續兩年都有歌曲 入圍年度歌曲 黃明志幾乎每年都不會缺席金曲獎項 儘管現在還是個污蔑王 但他所帶來的音樂影響 已經充值了整個世代 要向北方橫嫂馬來西亞 魚血獎五座獎項 在美國相當於電視圈奧斯卡的太力獎中 他更拿到了包含最佳攝影 導演 MV等十九個獎項 從一個歌曲demo沒有人要買 賣過雞排當過鐵窗工人 到處打工的一鄉七年 因為有了網路有了翻身的機會 卻又因為作品題材 陷入了官司風波 要成為大家眼中成功的創作鬼才 黃明志一路走來靠的全是堅持兩個字 我自己的夢自己會走 就算再寂寞 去原諒我的衝動 我會好好過 相信我還是我 光明志一年他以文化成就的項目 獲得馬來西亞十大結出紀念獎 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連他自己都超驚訝 感謝粉絲之外 他也感謝所有不喜歡他的人 因為他們激勵了自己 而他也相信是要持續努力 總有一天會被看到